喂 走啦 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就不想被人見到 誤會或者被人造謠 說我跟他行商場伏合 大樓樓聯熊現身的商場 是銅鑼灣的黃室堡 連同黃室大廈 對大樓和他的上市旗艦華人事業 都相當重要 現在的市值大約200億 我們獨家發現 擁有權近四年已經有三次大變動 黃室堡和黃室大廈原本是華製的資產 2016年大樓以大約108億私有化 當時的公告說是由樓聯熊唯一10億擁有 2019年2月28日的公告 披露有三方業權擁有人 到2020年6月12日的公告 業權就剩下兩方擁有人 到了2022年3月28日的公告 到了2022年3月28日的公告 業權擁有人剩下只有一方 到了2023年3月13日的公告 業權的說法和一年前一樣 略無變 換言之 自2016年私有化後 皇室寶和皇室大廈由大樓一人持有 變成大樓、甘比、甘比子女 劉明偉都有份 最終變成甘比子女持有 甘比只是以信托人身份代詞 大樓早在2014年與呂麗君分手 但在2022年底被拍攝到 和他一齊現身在皇室寶 惹來復合的傳聞 令大樓在1月3日要開記招撇清關係 我想了兩晚之後 我寧願犧牲少 全部派出去 SKIP送了出去 我曾經跟律師說 我寧願送出去的是比賽人 都不是希望一些 天下極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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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恐怖分子 大樓多年前健康曾經出現問題 早在2017年就開始著手分身家 傳媒近年引述消息說 甘比持有多項大樓旗下的物業 由於大樓的物業 一般最喜歡靈岸公司持股 除非因為與上市公司華致有關聯交易 而必須披露之外 外人是無法得知實益的擁有人 至於呂例軍 市場傳出因為投資債勸選手 大樓以4千萬買入了呂例軍的灣仔一環特色戶 交易要求呂例軍必須將款項 傳數傳入指定的得意志銀行戶口用來還債 不可以自由動用該筆資金 大樓也接收了呂例軍 在金鐘遠東金融中心的甲級雙下單位 同一日呂例軍就還清了 帕馬地別稅案揭